我就很紧张,大家都在准备 我就到现场,我就跟那个执行导演说 我说怎么办呀,我说我没拍过那个吻戏 然后那个麦我就没关 导演就听到了 然后他就直接拿那个对讲机喊话 说小子,没事,那个 胡哥有经验 胡哥有经验 那个,胡 胡哥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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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 然后老胡他就拿对讲机也在那说 导演,我也没有拍过吻戏,你教我们吧 他没有拍过吻戏 导演一说我有经验,我就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那天就是演没有拍过吻戏的状态 够难的 太复杂了 几遍过的 你咋了 我觉得我也要喝枸杞了 其实那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接吻 是接吻之前 当时导演设计了一个动作 我记忆犹新 什么动作? 导演说你先别让他亲 一转头 他不让我亲,好,我走了 我刚一转身,他就拽我 而且拽我不是这么拽 他是揪了我的短袖的衣服 是什么揪回来的 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有点上头的状态 女孩应该这么揪,你否则 哎,回来 这怎么 他把我揪回来,那来吧 又躲开了 然后我深呼吸一口 好,我彻底冷静了,我走 又把我揪回去了 好,好 好看